落马县长自焚,曾同意公司6万多元,轿车底线占30万,四川省梅山市公安局东坡区分局发布消息,2018年8月10日15时许一男子在梅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,在自己身上浇上汽油,将自己烧伤警方迅速处置,已将其送医救治。 目前无生命危险,经查该男子系周仲明,现年66岁曾任洪亚县县长2001年一贪污,滥用职权罪被梅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,目前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。 检查日报2001年8月报道,四川省梅山市中级法院对洪亚县原县长周仲明案作出一审判决,以贪污罪判处周仲明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财产2万元,以滥用职权罪判处周仲明有期徒刑2年恕罪并罚,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财产2万元。 周仲明从1991年3月起任四川省洪亚县副县长1993年1月起任,该县县县县县县年4月至7月周仲明,以道绵阳差借资金需要为由,通知洪亚县财政局张某送来现金4.2万元,并据为及有1994年2月周仲明将出差北京的票据在财政局起财股全额报销,从中套取,原从该局之取的现金。 在现金3万元1995年3月周仲明在县县县基金中报销购空调,费和修理费2万元1993年6月23日周仲明写条字让洪亚县财政局张某将依0万元转借给罗汉炸钢厂,使用致使该款至今未还。 周仲明还在县政府常务会上擅自决定将该县轻化公司一辆价值6.93万元的旧本田,小车抵败公司现财政局的借款30万元。 1998年3月洪亚县轻化公司为冲减县财政局的46.8万余元借款,预将价值3492元的炸钢设备,转让洪亚盲销二厂并转移债务。 周仲明在知道实情的情况,下指示县长助理郑某予以批准,给国家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。 1998年12月至1999年7月间周仲明,批准该县轻化公司向县政府办和财政局预算股分别借款10万元和20万元,致使这些款至今无法收回。